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5,晨早新聞報全 讓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12月4日,禮拜一 今天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 各部地區能見度較低 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 最高氣氛約24度 吹和換的冬至冬不風 嘩,這新聞厲害 跳瓶珠針跳死了 很少聽啊,這些 你不是可以才玩的嗎? 這樣就跑了去 這樣就拜拜了 自己跳下去跳死了 嘩,這件事厲害 香港也沒有賓珠針跳的 澳門也有 港澳、港澳,這些都是要跟大家說說 另外,周庭 大J的徒弟 一隻黃之鋒的朋友 周庭棄保 他沒有,不會再為國安法簽到 現在說一輩子就不回來香港 去加拿大讀書 他說應該不回來,也不能回來 一走了就沒有了 另外,九龍塘發生石油氣爆炸 阿希說,你剛剛前兩天才說完 我剛剛說什麼呢? 我跟他說,我很怕氣體洩漏 因為關志斌那裡 漏煤氣燒到自己 其實氣體很危險 你看不到的 那些聲音是很小的 很小的聲音 你不知道 一點火就爆炸 我們小時候試過 那些氣瓶、打邊爐都著火爆炸 說真的很危險 詳細新聞內容 先說說什麼呢 這件很厲害 社民連 超過20人去赤柱郊遊 遭警方截查 說他們違了國安法 去行山 二十多人在昨天赤柱郊遊 被警方截停 就說他們違反國安法 擾讓了兩個小時後離開 都天色已漸沉 行山活動就告吹 這麼搞笑 為了什麼國安法 但擾讓完之後又沒有 社民連譴責這是無理的打壓 批評當局對政團聯誼活動多加阻撓 反問 連社交自由都被侵害 就談何有 自及興呢 警方回應就說 巡邏期間發現一群人 欲進入正緊急維修的斜坡範圍 於是上前截查 中告他們 注意遠足安全 其後該批行山人士自行離開 沒有人被捕 是否有一場誤會呢 那 社民連說 違反國安法是誰說的 是國安處說還是警方自己說的 警方沒有這麼說的 對外 不知道跟他們怎麼說的 全體參加者被警方一對一警力監視 搜身調查除新物品 哇 對外 說便衣探員截停他們 二十多個軍裝 其實都應該是有備而來的 正常來說 警察你平時找過人巡邏都沒有的 你去到赤柱那裡哪有這麼多警察啊 又便衣二十多個一對一 說沒有發現 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證據 為引述警方 稱赤柱炮台到斜炮頂那裡維修 對外就這麼說了 我估計是有備而來的 警方最後說 忠告注意安全啊 不知道他們在搞什麼 下次分散行吧 不是怎樣 去一個地方再追回吧 哈哈哈哈 不是怎樣 很敏感的 另外看看 這個路 就是叫做 實為不報 算是被拘捕的 你在澳門 譬如你撿到鑽石手鏈 那怎麼辦呢 所以為什麼澳門的司機 說一定要拿去警署的 有一個香港的女人 過大海 香港居民姓梁的 是婆婆來的 那麼 就在一個小桶那裡 撿到一條64000塊的鑽石鏈 自己待了 天眼拍到她嘛 你問你阿婆 真是追蹤的阿婆 在她身上人裝並和 是的 承認一時貪念 將有關手鏈帶回香港住所 哦 她已經是 拿回來香港 她可能在那邊 撿了之後 拿回家之後 哇 原來澳門有鑽石撿的 原來澳門有鑽石撿的 再去過 再抓你 如果你不回去 應該就很難 顯反你 引導你過來受審 應該是不會的 現在就撿去警署 阿婆 香港阿婆在澳門 另外 這個恐怖 東航上海起飛 客機故障 降落廈門 最終抵達香港 你想想 現在那些飛機有什麼事 這件事十分驚恐 我講的是 昨天早上10點 那架飛機降落到福建廈門 本身是上海直飛香港 要進一步檢查的飛機有什麼事 那些乘客 就有拍片出來說 事發的時候 機艙座椅劇烈震動 旅客神色緊張 不少人抓住前方的燈 有乘客說是引擎出現故障 聞到機艙有燒焦的味道 哇 旅客也十分驚恐 當然啦 嚇死人 神早流流 乘搭飛機 愚愚愚入燒焦的味道 飛機劇震 在機艙裏面 有乘客指 大家當時綁好安全帶 呼吸都營濕著 怕會爆炸著火 事故到飛機降落是20分鐘的事 心仍有餘悔 他覺得很害怕 受影響的旅客安排到後機室 又會 航空公司表示會派客接他們回香港 這樣 那什麼原因呢 沒有說 是不是引擎故障呢 嘩 所以我很害怕 我坐飛機也很害怕 有一半以上的人坐飛機 一定是害怕的 就算經常坐也會害怕 當然啦 一有什麼事 沒有了 玩完了 真是恐怖 撞車還可以搏 飛機 好 另外在北區 反黑 抓了130人 包括黑錢集團 聖火紅棍主腦 檢獲147萬元的保時捷 檢獲147萬元的保時捷 這是有心玩的 一會兒告訴你 O記搞一個冷魚行動 冷魚行動 賭鑼 非法賭蕩 一個非法交友站 抓了130人 怎麼這麼說呢 他原來 就說那些人洗黑錢 147萬元的保時捷 你拿車前一天 我就抓你 等你這麼過癮 有一個波子 新車落地前一天 我就抓你 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這麼巧 因為他用公司來洗黑錢 他用公司的名義 就買了 147萬的波子跑車 拿車前一天就被捕 警方直接 在車廠把波子拖走 你不用給他 在波子廠拿走 拖走那輛車 因為說那輛車是洗黑錢 得來的 這樣 這些就是賭破罪案 另外 說九龍城 食股租勒索 幾百元 一天兩度被淋油 是滋擾的 哇,真可憐 叫做泰國情 不知道為什麼 人家 其實店鋪打樣 約他打麻將 其間店鋪被淋黑油 東主發現 就報警 10米外的垃圾桶 找到裝黑油 和懷疑涉案的屎杯 刑事委說是抓不到人 這件事 現在泰式是做泰國的 賣泰式兩順飯 我也第一次見 通常都是港式 接下來會不會做日式西式 兩順飯之刀 在香港 泰式兩順飯 九龍城 我第一次見 另外說 有個車牌 車牌168888 21萬 最高價成交 其實不算很貴 車牌 車牌也拍完 164.8 21萬 不算貴 以前那些 幾百萬 只是一個單字 這個也算便宜 21萬 好 先說一下周庭那件事 周庭 九月 離開香港 去加拿大讀書 決定棄補不回香港 國安案件 報到 紫衛拿護照 安排到深圳 大概一輩子不回去 他昨天在Instagram宣布 原來周庭九月已經離開香港 他原定這個月國安案件向警方報到 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 他考慮到香港形勢自身安全 生理和心理的健康 就不回來 一輩子都不回來 周庭首度透露 向警方國安署申請 前往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對方反提出 如果你想拿回護照出境 要先和國安署的人員 回深圳參觀一天 他就答應 八月馬日就成行 參觀改革開放展 了解內地共產黨的發展 騰訊總部了解科技發展 讓你知道中國好東西 不要搞搞震 到九月 離開香港前一天 才給他護照 警方回覆說 周庭過去按時報道態度合作 對於最近 他在媒體表示 不會按時向警方報道 警方是強烈譴責公然挑戰法紀 的不負責行為 呼籲你懸疑勒馬 不要選擇一條不歸路 一生背負逃犯的罪名 他就說不回來 在加拿大那邊不回來 周庭也有很多事情 2020年8月被警方國安署拘捕 涉嫌和兩個男人運作一個組織 要求外國制裁香港 勾結境外勢力 對 坐又坐過各樣 坐完牢出來 寫過書 現在離開了 本來他是買了回港機票 否認處心積累欺騙國安 否認 但是突然間 突然想 這樣就不回來 真的 長期憂慮至情緒崩潰 患上抑鬱症 警方叫他不要回來 不清楚他們想搞什麼 總之這個人永遠都不在 另外在澳門 原來日本人 日本人在澳門跳瓶珠針 跳完之後死了 宋怨不治 跳這些事之前 就要簽生死狀 跳一次就要給三千元 給三千元自殺 他說不是的 不是每個人死的 很久都沒有聽過這些 有的確有 但這宗就比較少聽 澳門的景點 旅遊塔 其實全世界 譬如新加坡 不不不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都有這些 在塔上跳瓶珠針 他一落地那一刻 氣速 然後就沒有了心跳和呼吸 送去山頂醫院搶救 當晚證實死亡 玩這些事之前 要簽生死狀 如果有高血壓心臟問題 氣速龍啞 要向人申報 有些問題 就不一定會禁止參加 但問題就是 有些隱性的 你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問題 對吧 玩一次 三千元 這次是五十六歲的男人 一跳下去的時候 嘩 搞定了 嚇死了 有心臟問題 氣喘這些 高血壓 糖尿病 癲癇 懷孕 曾經申請 二支神經系統 扭傷 疾病 氣速龍啞 這些都要跟人說明 先說 我有這個問題 那就搞了這些事情 跳死了 很少聽 好 另外說說 九龍塘 石油氣爆炸 這個經常聽 所以我很記起的 根德國單位 石油氣爆炸 六十三歲女子 左手面部被燒傷 昨晚八點鐘 三十八歲的兒子 看到這樣的報警 說媽媽被火燒了 立即敷面膜 包保鮮紙 救護員幫他 要降溫 當時兒子在煮食 為什麼會燒到媽媽 這麼嚴重呢 他沒有詳細說 但我覺得這些事情很危險 也沒有辦法 所以我小時候經常進去廚房看我爺爺 煮食 我爺爺不讓我進去 他說 危險啊 出去啊 每次都說同一句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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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我學習 不是學不學 其實廚房火氣很大 令人很燥熱 很燥都未能 還有些危險性 始終他搶火的 你猜不到 猜不到 有一宗燒到手腳 燒到臉 之前又一宗 之前關子濒一宗 又一宗 唉 香港嚴重了 九龍區十一條小巴線加價 深水埗區的9M號線加到兩成 百物騰貴 什麼都加什麼都加 唉 人工加不加? 人工加不到兩成 神經病 兩萬元人工加兩成 就四千 加四千 有什麼可能? 沒有可能 但是你物價加兩成 那你就麻煩了 所以我就說 唉 另外香港也有很多變動 沙頭角禁區 重現鐵路支線 中英街有望 明年第四季試驗式開放 想搞旅遊區 搞地下鐵給他 那附近有沒有樓買呢? 樓就升 有地鐵支線 這麼過癮 好 另外說一下 哇 神經病 那些私家車 前面塞車 塞車 夠膽死捐車 你當自己是電單車 白癡 四個輪 前面塞車的車停在這裏 是兩行 他看到有樓走 兩條線 鑽車 前面撞幾架車 撞了三部車 傻呀傻呀 大步發生的 在鳳原路附近 看到前面又 塞了兩行車 他膽死捐車 那些人說 現在是在玩遊戲 正在做夢 撞到爛了 連撞三部車 人家都不知道 他排隊的小巴 沒有撞到 前面那些 明明後面有車停了 有車撞過來撞他們 簡直是傻的 傻傻 駕駛駛 駕駛到 是級四 昨天下午1點3個字 石澳返車 不排除因身體不適引致意外 不知為何駕駛車不舒服 另外 元朗私家車撞到人不顧而去 60多歲的司機 司機走後駕駛被捕 真的敢死 意外後沒有停車 昨晚11點左右 在元朗右新街 撞到人走了 不負責任的人 姓王60歲司機 滿身酒氣 經過調查 未能通過酒精呼氣測試 三宗罪 好 另外說 天水危的男人 離家出酒 去了新娘潭 轉頭找回 十多萬人關注 這宗新聞 很大件事 很年輕 36歲的男人 不用怕 男人不見了一會 又報警 十多萬人關注 跑去哪裡玩 36歲 很年輕 今天早上11點 試了在元朗18鄉被找回 保受傷 清醒送去博外醫院 就是 他有老婆有兩個兒子 說我老公失蹤 放在網上找 他說 昨晚9點已經不見了 早上11點 仍然有聯絡 說到下午2點 已經不見了 手機訊號 最後在新娘潭 那又怎樣 沒事 原來這個男人 曾經 失蹤過 36歲 年輕 是很生 上年一月 在元朗失蹤 在大埔新娘潭 被找回 這次又在新娘潭 沒有信號之後 在元朗被找回 案件沒有可疑 有沒有可疑 不知道 有人不清楚 又說鬼上身 怎麼知道 沒有說內情 有十萬人關注 這麼年輕 連環失蹤也是第一次 很難看 很難看 走去玩 跟我老婆說 說一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好了 屯門有浮屍 海面發現人形物體 走去找 沒有發現 找不到 沒有理由 他說 看到 11點53分 看錯不出奇 晚上 怎麼知道 可能是海豚 沒發現 沒發現 在屯門 臉灣路 對開一百米海面 發現人形物體 再浮再沉 看看是否那些浮屍 找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看錯 希望看錯 好 另外說 林錦公路 男子貨車內燒炭 自殺 妻子 找到他了 找得回屍 真可憐 昨晚9點 發現老公昏迷不醒 在一個無名路段的貨車裡面 加到你農場五百米外 有盆燒過的炭 年輕的38歲 送去大埔 娜達蘇醫院 搶救證實死亡 現場有遺書 受感情困擾 在貨車尋死 不知道什麼感情事 有時候有些話 說不完 佛禪門 有人問我問題 我佛禪門 再回答你 又是說一些感情事 你說過 每一件事都很不同 我只是聽到那件事 我覺得很厲害 說老婆出軌 我要原諒老婆 讓老婆 繼續跟我一起 再出軌 這樣問我應該怎麼做 你說怎麼做 你說 飛了一個女人 找一個年輕人 比她漂亮 很難嗎 對不對 為什麼現在 你在錯誤痛苦的處境 當然是做傻事 怎麼可以好過一些 這些簡直是 自討苦吃 佛禪那裡多說一些 另外發現香港乳癌確診人數 是攀升 40歲以上女性 要定期做乳房造影檢查 要按一下她 就是有沒有有顆東西 說現在嚴重了 香港的乳癌 不知道什麼原因 是不是喝奶多 還是什麼 那些賀爾蒙激素 不是開玩笑 有些人喝了就乳腺增生 不是開玩笑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喝的 自己研究一下 喝豆漿可以 豆漿有那個 植物刺激素 可以緩和 不要喝那麼多 不要當初 一天一杯 一杯起 半杯子 半杯起 一杯子 不要喝得多 藍的也沒什麼所謂 植物刺激素 不會影響到 最嚴重的是雞皮 雞皮 打針 打了一些賀爾蒙 影響到自己的賀爾蒙 那些比較厲害 豆漿那些不怕 植物刺激素 沒有那些 打針雞那麼嚴重 那些燒 譬如你吃串燒 燒到雞油 沒有了雞皮 都可以 可以 但是它本身 那些脂溶性 在那些脂肪裡面 我一定不吃雞皮 是 它有毒素 激素 吃了你不知道 其實豬牛雞羊都有 我朋友 素食健身 他說 有研究 你吃的動物 那些肉 因為有些都是女性 很多都是女性的豬 豬 豬 或者牛 那些 也有打針 吃了之後 你的激素會改變 影響了賀爾蒙 吃素 就 保命 下一餐 聽到有害怕的 就吃素 就算不是那件事 即使功德也好 另外說 屯門 叫龍門的地方 男子墮樓 當場死亡 40歲 又是很年輕的 剛才38 現在40 中年人這樣 是這樣的 說到昨天早上9點半發生 嘩 扔到街上 就扔到人 真的 很害怕 樓下 另外 情關廠 女子粉嶺住所 燒炭死 45歲 又是年輕的 又是 搞這些 剛才凌晨1點45分 還有 天鎖 70歲 老伯 72歲 雙腿 送院不治 沒有檢獲遺書 身體有病 因病厭世 走去量 另外旺角 也有男子在家中上吊 哥發現 可惜太遲了 唉 真的 有些人問我 為什麼這麼多 香港為什麼這麼多 因為 因為有新聞 沒有新聞 你就不知道 你就看不到 不只是香港多 全世界都多 全世界都多 我在泰國 在日本 你猜沒有人自殺嗎 我不會看 那些新聞 就看不到 全世界都有 他不開心 走上不歸路 我今天 佛禪 講了一條專題 有個社工 跟了一個人七年 然後我就回應他 回應他 我跟了一個人七年 七年輕生 年輕人 當然是可惜 你還沒用到 人盡 搞定 沒得玩 你看到年輕人 我都覺得很淒涼 有什麼解決不了 放下自在 這樣 永不超生 這些 不是開玩笑 另外 講了一份工 懲教署 鐵飯碗 724個空缺 投考貼士 發揮自己 不是吧 欠700多人 不用欠 700多人 都很多錢 我陪人坐牢 懲教主任 41,000 起床到52,000 頂身到81,000 二級懲教是23,000 到25,000 陪人坐牢 這些 也要輪牢 那些是反 顧修全說的 他說 他進去做監獄 心理的導師 也不是說 那些賊自己 犯了事 心理也OK 他進去的時候 見那些懲教 都是幫他們輔導一下 有人說搶人才 看誰 沒所謂的 其實 有些人 比較深歸 不太喜歡對外面的世界 在這裡 感受一下也沒所謂 試一下 你有700多個空缺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700多 不是70多 724個空缺 有份工 沒所謂的 這些是你做事的 試一下也沒試過 什麼工都可以試一下 這個世界 好過游手好閒 什麼都不做 在家 家裡 困在自己的肉身 笨笨笨 進去服務一下大眾 好吧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拜拜